好 大家好 丹妮观星 国民党立委汪小林之前 在庆贺林扬佩奪到金牌的时候 是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发出了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这一番话呢 也引发各界的惰罚 甚至有清大的学生 在她的研究室外面 贴上了中国人教授等等的标语 那对此 汪小林又有最新回应 丹妮才听 让我感到很遗憾的 难道台湾不容许有 其他的不同意见吗 更何况今天讲我是中国人 我是从历史 文化 血缘 民族 各方面的角度 还有乃至于我们宪法上面 都是承认我们就是中国人 我想学生们也都还是在学习的阶段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思辨的过程 那么我也期待台湾的年轻人 能够更多学习 如何去包容 去理解别人的不同的意见 就像我说的 好 这可以听到汪小林反枪说 很遗憾台湾社会 难道没有办法包容多元的声音吗 也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还在学习成长的阶段 希望他们接下来 可以来包容不远多元的声音 不过即便是这样 其实还是很多负面声量 负面的留言灌爆了 汪小林的脸书 根据TPOC的统计 近来大概是有9000多则的负面留言 是拥抱了这个汪小林的脸书 也让他成为在奥运期间 负面声量的第三名 那以上就是立法院最新 看来是否负面便宜